哈囉我是阿金 歡迎來觀看扭曲的人的遊戲影片 直接讀取啦 哇這樣子事實是代表說我第一集玩了40分鐘了 啊我想起來了 我停在這個旅館前面嘛 盧恩海姆旅館 非常有北歐 非常有北歐風味的名字 哇靠這裡 這個場景好黑啊 住宿名冊 呃 這裡應該沒有人了對不對是廢棄旅館嘛 裝飾著風景畫 STARF ROOM 員工 員工室 指針停止不動 呃 這裡看起來好大喔先從這邊開始探索看看 門鎖住了 STARF ONLY 有鐵絲纏繞著 我不能 蛤 我不能把鐵絲拔掉啊這個也太 限制太大了吧 打火機燒鐵絲 好蠢 完全不是這樣子玩的 先走一樓看看 101到107 鑰匙孔篩住 喔喔 進不去的都是塞住的啊 喔呦不靠 突然可以進了 等一下等一下 他幾號房沒有講啊 恩 只有這間門是所謂鎖住的 其他都是什麼鑰匙孔篩住 這有什麼 STARF ONLY 密碼鎖 看來要有密碼才能進到這最後一間 然後這邊還有一間有鑰匙鎖住的 這間 可以進 什麼東西 TREASURE HUNT Dear my daddy 喔 藏寶圖喔 這是藏寶圖喔 獻給媽媽跟老爸 然後那是我 密 123456789 九宮格的最右上有一個皇冠的記號 是說代表要找那個東西嗎 好像是住宿旅客小孩畫的東西 閃亮亮的鑰匙找到就是你的 恩 他是這提示我說要去找那個鑰匙 可是我沒有看到這類似九宮格的東西啊 指針停止不動 睡上去 不行 不能睡上去 這個鯰匙館 背景音是風吹的聲音 廁所 不能進去 這邊應該都進不去對不對 這整個遊戲很安靜啊 因為是人魚找的作者做的嘛 他的遊戲在遊戲中的時候基本上都沒有什麼音樂 非常的安靜 而且剛剛我是不是又看到一扇 好像可以用鑰匙打開的門 喔又有一扇 總共有三扇門是所謂的鎖住 我不知道後面會不會進來啊 不過 稍微花點腦筋記一下然後這是什麼頭啊 這是鹿嗎 鹿的標本 這外型看起來一點都不像路啊 啊我知道了 這就是九宮格對不對 九宮格 這裡嗎 有了 金色的鑰匙 漂亮啦 恭喜找到寶藏 好簡單的謎題喔 太誇張了 簡單到讓人匪夷所思啊 金色的鑰匙 這個 Safe一下 Safe這個 金色鑰匙是開 呃員工室的嗎 Bar 酒吧 看一下 207到210 塞住了 20721 酒吧的房間是獨立出來的 這種房間可以開嗎 任務道具 藍色代表不能使用 就說我點下去可能直接就可以進去這樣的意思 喔 酒吧是鎖住的 這裡我來過了 這間呢 鋼琴 這是表演廳嗎 今日演出曲目 筍白客喔還是尋白客 三首鋼琴小品 我可以彈嗎 不行 平台式鋼琴 例如 風景畫 調查這些好像沒什麼影響 沒有任何線索可言啊 窗外一片漆黑 這條路嗎 01到06 我沒見到看看了 我不知道哪一間可以進去 靠等一下 突然可以進去會嚇到人 有紙條 工作人員不注意儀式鑰匙 圖書館暫時閉館 啊我有鑰匙嗎 有了 然後等一下 裡面我有看到一張桌子上面有鑰匙 這是哪一間可以進去 噢 靠 靠腰 突然很真實的噼亮一聲 玻璃破了 破碎筆記 筆記碎片 回憶的場所 他因為漂亮的房間和大鏡子感到高興 煩惱晚餐要穿什麼 猶豫不決 現在只剩我了 恩 不過我想可能會有什麼改變來到這裡 什麼都沒有 只有空虛 是說有人來這邊嗎 這個筆記的格線跟房子裡看到筆記碎片是一樣的 前房客來過這裡 就是大衛的家 找到的筆記跟這幾個筆記 是同一張紙上面撕下來的 現在還留在這裡嗎 天啊 他被甩了嗎 在家裡發現筆記也有寫的那種事情 唯一的場所是指他跟女朋友來過這裡 他到底在哪裡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哪裡 我也不想知道他在哪裡 恩 還會偏黑 我可以找的東西趕快跑嗎 那個房客看起來就是非常詭異啊 抽屜什麼都沒有 鑰匙孔塞住 只能從這裡進去吧 這個是 圖書館 旅館老闆收集了書籍 自有使用及閱讀 鑰匙可以拿吧 拿起來啊 109號4 應該是在1樓 這邊有一本書可以看 看不見人們的吶喊 你能說自己是個溫柔的人嗎 並不是你自己決定的 無意識下沒可能的事情 你謙虛的認為自己是個薄情之人 內心卻是情感滿意的人也說不定 探出了此思維 這無意識的溫柔吸引他們要把你強硬拖過去 這在寫什麼啊 超自然的書 保羅看他這個會很高興 這個年紀還是個超自然狂偶者 書上面內容完全看不太懂 I到J的順序 K到L 完蛋了 他這個書故意跟我寫說 多少到多少順序 可能後面會有謎題用到 是ABCDEFG 一直排列到A樓嗎 那還有一層 什麼聲音啊 好像聽到樓上 還是 走廊上有 咚咚咚咚咚咚咚 跑過去的聲音 先不要出去 開始詭異起來了 save一下 這個遊戲有 即使場景嗎 ST WZ 這個從A到Z都有啦 我應該不用調查這個對不對 光外一片漆黑 109號4對不對 又來了 有人在 應該不是前房客吧 照道理來講 不管那是什麼東西我 我都不想遇見他 109應該是這裡吧 108 108 109這裡 有亮亮的東西 這是廁所 對 櫃子空的 先拿 不會吧 不能這樣直接拿到 推椅子 可以 上去 前子 前子 是在櫃台那邊的 員工室嗎 剛才那個 鋼琴演奏室突然 想起來對不對 怎麼辦 我要 我要先去員工室還是要去鋼琴室看看 我想不起來是在哪一間 去看看好了 好像不是這裡 這裡嗎 啊 嚇死人啊 衝進去大衛跟瘋子一樣直接衝進去 然後對著那個 這是 女生嗎 直接喊說是誰 我還以為大衛怎樣變成妖怪爆軸了 太詭異了吧 嚇死人了 啊 我對不起我擅自進來了 鋼琴看起來很棒才彈的所以 我才抱歉對你這麼大聲 不是這個旅館關係人 明明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大衛剛剛突然爆衝了一下 把我自己都嚇一跳 搞什麼鬼啊 你是 大衛 在找一個人 你呢 西西 哈哈 西西 是因為命名角色是用外國名字來命名的方式嗎 西西我記得是 SIS SI CC 這樣子的意思 為什麼換來這裡 一個女孩子家不是很危險嗎 之前在這間旅館住宿過 有重要東西忘記拿走 嗯 找到了嗎 小小的裝著紅寶石的盒子 什麼鬼啊 對你大聲聲抱歉還會在這邊一段時間 我會幫你找盒子的 真的嗎幫大蠻先拜託你了 如果看見某個跟我年紀差不多的男人 可以告訴我嗎 我知道了 喔可以組隊嗎 我先走了大衛小心點 欸 靠嚇死 我在做什麼突然對別人這樣大聲 我看起來才像可疑人士 根本就是可疑人士太可怕了剛剛那個場景 呃 剛剛前面調查沒有用了 所以說這間旅館裡面 照邏輯來想 應該有三個人在這邊 大衛 西西還有 前房客 很像 這邊應該可以嘎掉了對不對 喔喔有了 用拳子把鐵絲剪掉了 呃 什麼 沙發 書櫃 觀光雜誌 帳簿 館長室 讀 等等再進去 那本書遺設內頁各自記住各個章節 找到的話與老闆聯絡 蛤 我不懂他在說什麼 等一下再看那本書等一下我先翻一下這些東西 堆滿垃圾跟雜貨 聯絡簿 關於一個107號室房間浴室要修理門 呃 喔 這麼簡單就找到100鑰匙了 是館長室嗎 107 還有嗎 沒事了不是 107號室鑰匙有了館長室能進嗎 手把不見了 該不會要從 鑰匙框看進去吧不要吧 什麼聲音啊 你們剛剛那一段對不對 打音量調到最大 你們可以聽到有人在那邊 b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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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的聲音 該不會有人在 боль寑吧 打開這裡比較好 我來打開 要找到手把就對了啊 去107號室看看 等一下,記錄一下 發生什麼事件,我就要記錄一下 10... 107...107在這邊 107... 不是這個 啊,是在最後一間嘛 這裡,怎樣 這可以進嗎? 不行,要密碼鎖 呃...他是說廁所門壞了嘛 等一下 先把 附近的地形探查一下 再進去,感覺這間廁所一定有問題 喔 這個 這什麼 門把掉在這裡,館長室的門把 要修繕的是指這個嗎? 撿起來 這個門把和剛剛那個館長的門把是一樣的款式 去試試看好了 然後我看見裡面浴缸是不是裂開啊 等一下,等一下看看 馬桶的水變成茶色,太久沒有人用了 沒有門吧 直接回去 我突然覺得打開那個 館長 這樣 的房間 會有什麼東西跳出來 我小心一點 館長室紀錄下 突然有一種非常不好的預感 門把 可是之前 有不好預感的時候 我 我再繼續往前都沒有出現什麼東西啊 希望這次 希望這次能夠平安度過 開門看看 扛槍扛槍 門把裝了上去 門把裝了上去 沒有人啊 剛剛聽到那個聲音哪來的 小說的書 觀光雜誌 旅館經營 好嘞 本月 捷切爾醫生和海德先生的奇案 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啊,這是國外的一個恐怖故事吧 Dr. Jekyll跟Mr. Hyde是同一個人 但是他在 不知道好像是生氣還是說 晚上的時候他會變成 另外一個 人 就是說 這個人有兩種人格 然後外型都不一樣 隨著日夜的變化 會變成Dr. Jekyll 或者是變成Mr. Hyde 我記得這個在 電影上面好像也出現過啊 什麼醫生的 忘記了 我知道這個故事 垃圾桶空的 這個地板是不是顏色不太一樣 欸真的欸 很明顯地地板就有一塊 比較 淡色 顏色比較白的 什麼都不錯 不要 我要先記錄一下再踩 有個電話 位置什麼都沒有 這什麼 有上小門打不開沒有鎖住 這是可以 前...這可以走下去 這是...地下室 沒有鎖住但是打不開 等一下我記錄一下 我感覺踩下去之後 這個門應該會開對不對 下去看看 一個機關 DUN 欸 什麼事沒發生啊 喔 喔 壓力版的裝置啊 有梯子 下去看看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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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靠著這個無敵賴打 照亮範圍超級大的賴打 來探索這個黑騎馬屋的地方 鐵桶有汽油 雜貨 木箱 這是雜物間而已吧 感覺下面那什麼 我有看到東西了 我有記錄過嗎 在這邊記錄一下 窩在角落記錄一下 我玩了那麼多恐怖遊戲這是 預感 這是經驗告訴我千萬要記錄一下 這邊應該有什麼奇怪的東西 要講話嗎 哈囉 我不跟他講話不會出現事件啊 我在他旁邊既然晃了又晃去 直接用頭撞他也不會對我做出什麼事情 從這邊講話好了 點點 有人 蹲 蹲在地上 我是站著嗎 你沒事吧被關在這裡嗎 噢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臉好像是側面對不對 然後皮膚爛爛的 這死人還是 怎麼突然變全畫面了 好棒 可是等一下一定會有很恐怖的影片出現 怎麼回事 而且大衛怎麼那麼帥啊 你還好吧 喂 欸 好險不會很恐怖 呵呵 那個臉不會很恐怖真的 沒有像粉粉粉粉粉的那種 給人那種 給人那種惡劣的 恐怖感 壓力的恐怖感 不會很恐怖 嚇到了 欸靠唷這是反過來的頭 唉唷 噢噢噢 噢噢噢噢 剛剛還講完不會很恐怖馬上就出現 詭異畫面了 噢噢噢他頭 他頭彎過來了 我可以跑了吧 阿 別過來了別關 他頭好慢喔 啊靠 欸我上去了耶 他手怎麼伸長了啊 放開我 用力甩開 我只能用力甩開啊 甩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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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開你的手啊 下腿亂啦 那那,這什麼 脖子爛糊糊扭曲著 那個就是什麼扭曲的人嗎扭曲的男人 是前方客嗎 不是人類 我的腦袋也壞了嗎 那種東西怎麼可能存在 看那類似髒皮的東西 一定是我看錯了 太疲勞 那我可以再操縱你下去再看一次 如果可以下去的話我可以再帶他去看一次 呃...西西怎麼樣了 忘記在抖...紅寶石什麼...找到了嗎 哦...要safe一下 我可以再下去嗎 已經不想再靠近 算了 我如果被他抓到應該是game over對不對 可是我突然想看一下game over的畫面 不要出錢單 我記得我第三個紀錄有嘛 而且我出來之後就有紀錄了 所以...讓我實驗一下 它走得很...慢 讓它抓看看 所以這邊還要再重看一次 斬斬斬斬斬�也、斬斬斬斬斬斬 喔 喔...牠這個闔 end 是牠頭彎過來的聲音啦 像牠頭也太長了吧 完全老二 別過來 讓他抓看看 就這樣 就這樣 突然有點失望欸 我還以為會出現什麼獵奇畫面結果沒有 我要去找西西了 西西你在哪裡 門鎖住了 他沒有提示我西西在哪裡啊 而且那個扭曲的傢伙 就這樣被關在地下室了對不對 他應該不會出來吧 鎖住打不開 等一下我 為什麼有 黃銅字鑰匙是開這邊的嗎 等一下 我不知道西西在哪裡 所以變成說我要 每一間都再找一次對不對 對 噢 靠 那是 怎麼了 被什麼東西壓倒了嗎 還是什麼 樓層倒塌了 這裡嗎 不對 在哪裡 在哪裡啊 喔 啊我看前面地板是不是破掉了 嘿靠 怎麼可以剛好破成這個樣子啊 跳過來啊 西西怎麼了 我剛才站在窗邊 地板突然崩塌了 現在怎麼辦 跳過來啊 喊你怎麼辦啊 對啊 距離看起來不會很遠啊 大衛會抓住你的不用擔心 沒有 沒辦法 我的腳扭到了 該跳的時候都不敢跳 而且怎麼可能跳過去 這麼大洞欸 這樣跳就跳啊 臭屌子 現在不是說那種話的時候 再下去會崩塌的 我會接住你快點 喔喔 接住了嗎 耶 真是驚險 沒事吧 有受傷嗎 他有跳過來嗎 西西 喔 突然出現 感動了 溫情的畫面 好恐怖 西西嚇死了 而且西西到底是哪裡來的啊 他真的是活人嗎 已經不想再 那種 又暗又恐怖的事情 不想再發生了 為什麼會這麼的 而且我覺得很奇怪 西西自己一個女生對不對 自己跑到了 廢棄的旅館中 自己要跑到恐怖又黑暗的地方 如果他沒有遇到大衛的話 基本上他是怎樣 已經困在這邊 死在這邊了嗎 啊 非常對不起 我因為太害怕所以混亂了 所以說大衛來旅館冒險 除了找前房客 釐清之前 房子鬧鬼的事情之外 還順手撿到了一個女朋友 這實在太幸運了 沒關係 不要放在心上 沒有受傷就好 你找到你要的東西了嗎 紅寶石什麼 我去之前住過的房間 找也沒有 到底在哪裡 這個東西有重要到一個人來這裡找嗎 放棄也是選擇 對女孩子來說太危險了 我才不放棄不找到的話 不找到的話 怎麼樣 說話說一半 到底什麼樣東西 盒子有那麼必要在意嗎 禮物之類的 男朋友送我的禮物 僅次於生命重要的寶物 僅次於生命重要的寶物 可是 為了拿到這個重要的寶物 失去生命 這不是本末倒置了嗎 為了找到僅次生命貴重的寶物 結果生命不見了 剛才的失言行為對不起 我會幫你找 你好像找什麼人 欸我找到了嘛 大衛的目標已經達成了 找到了那個 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前房客 不知道但是 找到了另外一個人 至少他是個人 找那種不太了解的人 大衛真是奇怪的人 才不是奇怪的人 有緣 有件事問他 完全不知道長相 也是個溫柔的人 你不再聊我會受重傷 謝謝你救了我 謝謝 蛤 又要分開喔 在這麼危險的地方 難道兩個人 就不能一起組隊冒險嗎 去探索這樣子啊 說每次說完話 西西就離開了 太危險了啊 為了下一次的 冒險奇壇種下的樁腳 這樣的意思 應該沒什麼東西了 不能跳下去 所以這裡是二樓對不對 跳下去應該是到一樓房間而已啊 我現在幹嘛 我沒有撿到任何東西 然後西西也找到了 再搜索看看 這裡來過了嗎 鑰匙孔 鑰匙孔 門鎖住 嗯? 第二次的沒有目標的亂找一通 難不成事要回館長室嗎 鎖住了 我去看看 喔,地下室的門開了 剛剛那個扭屈的人起來了嗎 在這個旅館中 遊蕩中 蛤 下去看看嗎 三小 靠這邊我還一定要點打火機才看得到 不是吧喂我每次下來都要點打火機喔 不見了 點燈 不行 喔這邊亮亮這什麼 紅色的鑰匙是開哪裡啊 上去再說 上來的時候超級快的 下去的時候超級慢的還在那邊叮噹叮噹的 看一下道具銅色鑰匙他 他沒有寫是開什麼地方啊 不是 另外一個 要看一下 另外一個 員工房我記得是用密碼鎖嗎 應該不是這裡 天啊 喔喔不是這裡 嚇一跳這邊怎麼突然可以進來啊 換這邊看看 難不成那個鑰匙是要去酒吧之類的嗎 不是這裡 這樣子一樓可以開的房間是不是都開過了 不對這邊還有一間 天啊 好歹鑰匙也標示一下說是開什麼地方的吧 喔有了 銅色鑰匙就是開酒吧的 銅色鑰匙就是開酒吧的 這邊 看一下 空酒瓶 沒有人 玻璃杯 空酒瓶 一本書在桌子上 酒桶幾乎空了 只有這本書可以看了 工作人員寫了日誌 最後一頁寫著雜論的文字 為了丟下 員工連夜逃跑的混蛋老闆乾杯 反正都這樣了 今天把酒喝光吧 只有酒才是最好的 全部變成酒鬼吧 雖然丟了工作很心疼 從今以後不用再看酒鬼老闆的臭臉 陪那傢伙玩夠了 夸耀了自己是什麼知識份子 瞧不起我們的意思 區區一個地下倉庫的門 附上奇怪的機關 在 原來有密碼鎖的那間門是石材庫 石材庫的密碼是從小說隨便找的數字 一個月換一次 要是忘了密碼怎麼辦 他這次在提示我 密碼的數字對不對 可是我記得那間圖書館 A到Z都有嘛 完蛋了 哇這要花腦袋了對不對 一樓西邊的房間 這時候我現在才要去看看嗎 現在可以輸入密碼了對不對 去看看再說 而且圖書館在哪一間 這裡 密碼鎖密碼鎖密碼鎖 嗯 該是圖書館咧 喔這裡 這本書難不成是 線索嗎 這裡 不對 這不可能是線索 每一個都調查看看嗎 好像不太對 一個書櫃 有三個點可以調查但是基本上都一樣了 有三個點 Jekyll跟Mr. Hyde 書是在這一櫃嗎?應該是吧 就是看 書的開頭名字 應該是這個啦 看沒有 Story over the door 這扇門的故事 Mr.巴拉巴拉 嘟嘟巴拉 哇怎麼那麼長 Dr.Jekyll Search for Mr. Hyde 這是這本 故事書的內容 難不成密碼藏在這個裡面嗎? 嗯 一個謀殺事件 嗯 最後一碗 這 看這個有什麼意義啊 我沒有看見任何類似密碼的東西在上面啊 他出生在1918年是這樣意思 靠我們每次點他都要看一次 UV UV 我該不會只要點到這本書就可以去開那個密碼鎖了吧 UV 三小 他走到一半突然出現 倒過來的臉 又 又來了 喂 喂 我不能動 那我記錄一下 要過來了 快跑 喂 喂 喂 他會加速 靠 啊 這三小啊 他怎麼突然加速這麼快啊 我去問他重看嗎 這是 這是 這是在哪一個點啊 這裡沒有任何東西了 等一下我看一下自己的道具 紅色鑰匙98嘛 靠我在出去的時候碰到怪物的時候 應該要趕快記錄 可是 這個作者做的遊戲在逃脫場景的時候我很怕 又變成 人魚找那個悲劇 這邊應該可以全部跳過了 食材庫不用去 然後應該現在就直接去圖書館 把 Dr.Jeko的書全部看了一遍之後 在這邊就會遇到 The Cookie Man Cookie Man Rock Man 這個嘛 有啦 我在這邊記錄一下才對啦 出去就會遇到怪物了 準備好精神視覺上衝擊 我這邊 衝出來的時候指手是對的嗎 啊 喔 我出去 好鬼他轉角的時候速度超快的 欸 這邊躲不掉 欸 出門之後 他怎麼衝那麼快啊 我要 我要怎麼過這關 你們 等一下 啊這不能記錄 天啊 這裡嗎 不對 對不對 按錯了 對 按錯了 重開一下 我今天一定要過了這一關 這個坎 我一定要過了這個坎 剛剛那個地方我出了門之後 扭曲的人他速度超快的 是說 不能從那邊走出去嗎 直接吧 拜託 這到底怎麼過啦 這要怎麼過啊 衝出去 衝出去就死定了啊 衝出去就死定了啊 往左往右好像都不對 然後這邊房間都進不去啊 靠 他到底要怎麼樣啊 蛤 把他推進洞裡 蛤 蛤 蛤 這個 所以說 自己跑出門外 是必死的場景 怪物的速度才會這麼快 坐著的就是 不要 不讓你跑出去這個房間就對了 你真正要做的是 走到桌子對面 然後對那個洞的位置點 調查 他就會自動進入 把他推下去的劇情了 就像現在這樣子 太誇張了吧 而且被抓到 基本上不是就被咬了嗎 我竟然還可以把 扭曲的人直接推下去 那個怪物是什麼 剛剛是真的 大威有這麼強 為什麼之前還會被咬死啊 竟然有這種怪物 下方是打不開的房間 遇到CC就要注意 嗯 CC該不會在下面的房間吧 我把怪物推下去剛好 把CC咬死這樣 而且這邊 這邊這個 破解怪物追逐的 這個方法實在是 太沒有邏輯性了吧 太誇張了 先記錄一下 哇玩40分了 OK那我今天就先 玩到這邊 扭曲的男人 不合邏輯的男人 被抓到會死 被推的時候 主角就不會被咬 OK那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 掰掰 來吧